我想我的思念是一種病 這就不能痊癒 當你在山山越岭的另一邊 我在孤獨的路上 沒有盡頭 特別一位來到哪位大明星的演唱會 他們是桃園市壽山青棒隊 成居於2010年 壽山高中主要招收在地球員 曾在103學年度目棒聯賽 殺進八強 創下隊史最佳成績 當年正中王牌投手潘偉成 也成為球隊首位加盟職棒球員 我是壽山高中高三游騰搖 首位位置是投手 因為我高一的時候還是野手 然後高二就練投手 然後就覺得自己投手 未來出路會比較好 然後就開始專注於練投手那一方面 然後就成長就很大 他說我協調性很好 當投手是很好 就是很好的一個材料 最印象深刻應該是高三黑豹棋 第一場對北科復工 完成高中第一次玩頭玩風 綽號油條的油騰搖 增高176公分 憑藉著優秀控球能力與招牌卡特球 成為許多對手夢魘 和具有長打威力的捕手高嘉俊 組成壽山最強投補搭檔 後勝心搶著投手 後勝心搶著投手 只要他上來投球 就會有種感覺是 還要把對方壓制啊 對啊 可是讓我們野手非常安定 就是在球場上 很像在玩樂一樣 不會有所緊張感之類的 就是很放鬆啊 很享受這場比賽 自己的優勢應該是打擊啊 因為打擊能幫到對上 可能多得分嘛 對啊 然後 希望加強的是 大概就是還是直殺人力啊 因為 這次下去比賽都沒有殺到什麼 動作上再要快一點 然後 傳球再穩一點 就是差不多了 至於壽山高中先發二壘手林薇智 從小受到叔叔張志豪影響 踏上棒球路 來到壽山後 從高一就扛下球隊第四棒 不過場上壓力也曾帶給他不小挫折 那時候壓力就非常大 然後遇到一些比賽 就開始慢慢打擊後開始低潮 那時候 我有去打明星賽 18明星賽 然後 林教練 他一直跟我說 球隊要有一個看反人物 然後我從第五棒 然後調到第四棒 然後想說 好我可以 一定可以把球隊撐起來 然後 就輕鬆 帶贏球隊 然後贏車的勝利這樣 壽山高中連續兩年闖入目連十六強 今年先發打線有近半數為高一高二球員 試之相當具有潛力的隊伍 接下來3月1號開打的目連十二強淘汰賽 將出戰上屆亞軍 浦門高中 期待能闖入八強 突破隊史最佳成績 這是第二次對上浦門 之前輸他們一分 感覺 一定要全力以赴 然後前進八強 對上平成 大家好 我是壽山高中邀元兵 大家好 我是壽山高中高家俊 接下來呢 我要帶大家去 參觀我們壽山高中的宿舍 讓我們出發吧 好現在我們來到了我們的宿舍 現在帶你們去參觀裡面 走吧 走吧 喂 跟大家介紹一下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林維 高三 我高八基 我把你掛掉 欸 我打孔 又打孔 一直打孔 你有幾個棉被 怎麼那麼厚 推極 好 今天咧 好 告訴我 謝謝你 我們在尋找下一位 KOW 我不是最乾淨我們 你先有帳 我們宿舍最乾淨了 就是我們的副隊長 游騰咬 現在在這補貨 看一下他的床 最乾淨還有棉被 好 接下來帶大家去參觀我們的淋浴間 左邊呢 這是我們的篩藏 我們在洗好衣服 對 把衣服塞在這裡 右邊是我們的淋浴間 我們洗澡都在那邊洗 可是他的門 他的門收起來還是打得開 還有這個洗完澡 他都不會拿回去 給他們自助使用的 好 我們的椅子都是放臉盆衣服 那些有的沒的 好 大致上都這樣 我們練完洗堆 自己走出去買晚餐 走囉 我們現在要去吃麥當勞 好 我們去晚餐囉 掰掰 掰掰 掰掰